我這套是裏面的三兄弟分別是大哥、黃之華、二老、張繼聰、三老、陳鑑文 又扣肉又豬腳地盤方法 它好像是乞丐雞 乞丐雞其實是好吃的 但你包到牠的牙埋在地上 就是在過一些乞丐生活來成就人 我記得我跟我的化妝聊天 大哥很好人 他接受了弟弟搶了自己的女朋友 我記得化妝反應是 蛤?這樣也可以? 將你交給我的弟弟 大哥是最開心的 我打火鍋了 其實那個鍋裡面有什麼 你都看不到 在一個湯裡面 心不見底 讓我開始啤酒師 嘩!你女兒呢 我是比較文青界 但我女兒是馬鈴界 從小到大沒有了爸爸的照顧 她的個人是比較獨立一點的 慢慢去到一個位 已經承受不了那個壓力 所以她是變了有點神經震 我忘記叫CASTER 電影裡面那麼多道菜式 其中一碟菜是魚扮蟹 我這個角色其中一個很聰明 很聰明的東西 就是很喜歡扮蟹 什麼啊? 你弄了我老婆 什麼啊? 因為大哥 不知道其實我是喜歡Monica 甚至乎她會跟我分享很多 她和Monica拍拖的東西 分手的東西 其實我是扮蟹的 然後就追了Monica 你根本就喜歡大胸 我根本就不喜歡大胸 那你喜歡不喜歡我 哇! 我覺得Josephine是梅菜扣肉 一碟梅菜扣肉 最重要是試那些梅菜 懂得吃就是要吃梅菜 一出口好像很兇 其實她是一個很直接的人 可以用她的一技之長 就是去煮食 去令到人家幸福 其實她就很開心 但是自己也都想做一個人的阿超 已經三十幾歲了 但還有一個很單純 很天真的心靈 她一覺得電競是她的路 她就整個人等她下去了 就什麼都不管了 我來介紹我女朋友 阿喵 阿喵是一個從台灣過來的 KOL 然後她在一個緣分裡面 才遇到了梓華哥 漫步優雅一點 是 阿喵她很勇敢地去爭取 她喜歡的和她想要的 親一個 喵喵 喵 親一個 喵 喵 梅菜扣肉 因為我背這個對白背得太熟了 你知不知道梅菜有多少沙 一點梅菜扣肉 能夠做到梅菜都有油味 才流流出渠細的功能來 我選一個菜式營養這套戲的話 我會選的就是豬大腸 就是靠很多的手藝和心機 其實等同香港電影 就用我們自己的手藝 我們自己的心機 去將它烹調成一樣 上到大桌的菜式出來 刺激 谢谢大家